我媽 苦嗎 好玩 我媽想讓我冷靜一點 吃起茶道可以讓我冷靜下來 這樣就可以給媽媽吃茶喝了 你知道什麼是茶道 不知道 茶道不是一種的是什麼 就是吃茶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结果都是小朋友非常的爱吃茶叶 最喜欢吃的就是妈妈家里的月光白 我喜欢吃刚泡完的那种湿茶 西湖龙井是瓜子味的 蒙顶石花是牛肉干味的 铁关心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喝起来什么味儿吃起来就是什么味儿的 好奇怪的感觉 为什么茶也能吃啊 小朋友关注茶自然是更喜欢它是怎么泡出来的 那为什么茶放进去是这样的 那出来的茶汤为什么是千差万别 而且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 我们是从这样的点去引导孩子 当下这个环境大家都在讲生活美学 我们对于小朋友的这种引导 其实它的影响力会更大 它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家庭 它可以影响到他的父母 把这个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 我以后会一直跑船 因为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船下去 中国人其实很讲究硬食而饮 按照节气 按照气候去喝茶 对于现在慢慢已经转凉的秋天 雨热又未消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性质温和的乌龙茶 比如说像传统工艺的铁关音 春菜秋长 炭火烘焙 茶性温凉 鲜赏蓝香悠扬 再饮茶汤柔顺甘美 除了传统工艺的观音 菊花茶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品饮的 形如绣球 色笔金黄 化湿除灶 汤味甘甜 中秋要赏月 要吃月饼 我们也要喝茶 茶不仅可以解除甜腻 还可以让你在这方茶袭当中 短暂的安静下来 解除你心头的粉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